那為什麼美聯儲的官員經常就說 這個只是暫時性 還有他們不想太快去做一些加息的行為呢 因為現在譬如很多的物價高企 其實主要是由供應面去大動 多於是由需求面去大動 而很多時候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才是要去加息呢 很多時候就是當年的經濟已經是過熱 在一個叫做Food Employment Level的時候 而你要去加息 加息就等於是收水 將市場上的流動性減低一些 其實是一個Monetary Policy 想去蓋一蓋息過熱的經濟 那現在是不是這個情況呢 其實就不是了 現在這個通脹的物價高企 主要是供應面的問題 就不是因為經濟活動過熱 所以為什麼美聯儲的官員 經常說要去看著一些 不只是看通脹的數據 看著一些經濟數據 比如就是這個薪金 又或者是那個失業率 是不是真的持續穩定地反映到經濟復甦呢 那時候才會去有這個考慮 如果呢 因為其實濟漲是一件很難處理的問題 如果呢 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即是大家已經 即是一些企業 其實已經不是那麼好的環境 你還要再去收緊 其實他們會是更加慘 那麼究竟這個情況 政府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是不可以亂地做事 即是你這樣再去加息 太快加息呢 其實是令到市場的指引更加收緊 令到經濟活動更加收緊 是有一個反效果 即是你影響了那個 本身是因為供應面的不足 而去令到那個通脹情況 如果你這樣收稅呢 你就會影響了那個需求面 你影響了那個需求面呢 其實是一個很惡性的事 就等於你將整個經濟去 令到它暴入一個萎縮的情況 所以其實這個就不可以亂地做的 所以他們也都說 就算縮減買債就可以了 縮減完買債也不等於是直接加息 他們現在的口問呢 都真的比較是觀望性一點 我覺得這個做法其實是合理的 現在有些人就會去催促美聯署要做些事情 我想他們純粹是覺得 現在這個情況這樣不行 要做些事情 但其實究竟應該要怎樣做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那常常你都可以說是對於政府 對於管治的一些挑戰來的 那究竟怎樣才可以解決到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是需要一個疫情 其實不論你的疫情是否真的沒事 我想現在全球都需要去做一些希望 回復正常 因為已經維持了差不多兩年了 其實真的要回復一個正常的經濟活動 那你才可以給一些生產護符正常 生產護符正常呢 那你由供應面那邊可以正常回復的時候 才可以叫做滿足那個 因為現在很多的譬如油 或者很多的產品的問題 都是供應面問題的那個 或者真的需求大 那這個其實是不健康的 甚至說對於一些企業 那早期有一些的 譬如資源類的一些企業 那都會有一個衝警下 但其實你就會發現其實 那個價格是升 但是呢 就不等於他們的盈利是真的這麼做好的 那所以其實在疫情那邊 有一個緩解移經濟活動可以復甦 慢慢地恢復供應鏈才是可以去解決到 那所以為什麼他們就不可以太急 去做太多事情 其實你要等它去恢復 否則你再亂按 其實就可能會更差